讓謀語進入生活當中 國家語言文化生活節 除了有聽障團體擺攤 也有用手語來說故事繪本 讓現場大朋友小朋友 都在故事當中開心地學手語 一起認識龍人文化 來到國家語言文化生活節 逛世集學手語 具有專業語言學背景的徐鴻鑫 對手語很感興趣 最近就是因為防疫記者會 然後我們很常會看到 就是有手語老師在旁邊 在比手語 所以就是也漸漸地對於 就是手語這件事情 好像其實在我們生活中 很常被看到 那您之後會有興趣想要學手語 會啊 就是其實都會有在關注 除了到世集上跟龍人交流 手語繪本更是吸引大小朋友的目光 這個桌上面裝了助聽器喔 兩隻耳朵都有 你們有沒有看過像我一樣的人呢 由龍人用自己的語言手語 來講述繪本 小熊逛市場 加上現場有手語翻譯配音 透過道具以及圖片 帶觀眾走進繪本的世界 這隻貓熊 熊的手語就是有黑眼圈的熊 牠在賣什麼東西 竹筍 竹筍 透過市場上會出現的東西 和生活經驗連結 自然而然學會手語 看完繪本故事 最後還有親子互動來檢驗成果 想買 咪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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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跟媽媽說 謝謝 媽媽 獅子碰碰臉頰 然後出來 你女生的動作 也是媽媽 媽媽 我 愛 你 媽媽 媽媽 學得好快 真的比阿樂 比我 你喜歡今天的活動嗎 喜歡 為什麼 因為可以學手語很開心 你以前有接觸過手語嗎 有看過手語嗎 有 在哪裡 就是我同學 以前老師說 才藝法表會有人比手語 因為他媽媽帶了助聽器 我喜歡故事 因為故事很有趣 研究阿美族語的人類學家施勇德 也學得津津有味 我弟弟是有一種 就是講話方面是有問題 那所以我自己會一些很簡單的家裡面的那個美國那邊的收語 第二是在做阿美族方面其實肢體語言是非常重要 那我會覺得是很有趣就是收語它整個文法或者說它整個表現的那種方式是用身體 隨著手語越來越被看見以及111學年開始 國中小學必修國家語言包含手語 期待各個族群的文化都能夠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生根萌芽 開出美麗的花 記者歐佩軍 鄭凱文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